一把年纪的人了 注意身体 多喝热水 少熬夜 没事别老想着占人便宜 琪姐 喝水 唐唐姐 来 慧子 不是我说你 这首MV的舞蹈 都排练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还要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咱们团的演员都挺忙的 尤其是唐唐 明天还要赶活动 要是让你给耽误了 承担得起吗 唐唐姐 对不起 今天是我打扰到你了 也影响了大家 实在抱歉 算了 算了 反正你也是背景板 我又能要求你多少呢 不过我说慧子 你是不是觉得 但凡有点姿色 都可以进艺术团呀 你最近不是交了个男朋友吗 又是给你买包送花 又是包场请吃饭的 现在都专车接送 专人服务了 要我说呀 你就让他把钱花到点子上 直接给你买套别墅给你养起来 这不比你风力来鱼鱼去的 到处跑强多了 你说我可以 别拿他说事 卉泽 你觉得做艺人很轻松吗 别人能这么想 咱们能这么想吗 热情努力什么的先不说 就说敬业 你觉得你敬业吗 就说谈恋爱吧 你觉得谈恋爱是普通人的权利 你要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不过你就别来这行里捣乱 好 我明白了 今天抱歉 行了 别生气啊 喝水 涛总 人力资源部来向您汇报工作 走 走 再也说 好 你先 什么事 中午 您向我们总监询问 有关优化案进度的事 当时是就餐时间 又是在公众场合 所以我们总监呢 没办法跟您说清楚 现在呢 就由我来给您做详细的汇报 不不不 这事不用这么着急 快打慢 慢 慢打迟 这是你教我的 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 怎么突然肚子疼啊 是不是中午吃了什么 你们二位没什么反应吗 这样 我先去趟卫生间 你们稍等一下 江南 给倒点水 涛总 我 招数老了 什么招数 我 我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啊 马上来厕所 十万火鸡 谢谢 刘总监 请喝水 谢谢 教简爱就行 简爱姐 请喝水 你叫江南 我记得你 谢谢你还记得我 那二位先坐一会儿 我还有点事 不着急 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你们涛总 多等一会儿 他就会回来的 好 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意思 不是让我来给你送纸 你说呢 躲他们俩呢 那中午不是挺有气势的吗 弄人下不来台 怎么怂了呢 你懂个屁 你现在马上去我办公室 把他们俩弄走 让我去对付我老婆家 我不去 你老婆之前是不是在对付你 现在我前妻在对付我 而他们俩现在联合起来在对付我 我们 那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那我也不去 费什么话呀你 马上 把他们俩从我办公室弄走 林二太后我早晚死在你手里头 我跟你说 别倒了 再喝我也得去洗手间了 走 哎呦 刘总监 到处找您弄了半天您在这儿呢 找我有事啊 有点事 您看 找您是想商量一下涛总的住宿啊 车位啊待遇这些问题 您知道 涛总这级别 他的待遇 我们行政部得跟您这个 HR总监充分沟通 我没有接到涛总本人有这方面的需求 怎么跟你对接啊 未雨筹谋嘛 总不能等着涛总找了我们 现准备那就不好了 基础需求还是得提前准备好的 要不咱换一地 郝总 嗯 我小便 咋咋 谢谢姜助理 您转达涛总的意思呢 我们都听懂了 有关优化案一事 我和HR的相关同仁 一定会积极地配合 认真汲取涛总的指导性意见 关于优化进度呢 我们也会及时地汇报 总之 我们非常清楚和了解涛总的入职 和我们的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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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年纪的人了 注意身体 多喝热水 少熬夜 没事别老想让占人便宜 运动鞋没带吧 没带啊 正好付给向有余说 放你半步视吧 走了吗 走 谢谢陶总 陶总姐 一起走啊 走吧 赵小姐 我现在可以让司机过来吗 可以的 点点 淼淼 咱们一块儿走呗 我顺着送你们 没事 不用了 那么好的车 我们哪儿有资格坐呀 点子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呢 咱们当时不是说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吗 别别别 我们那儿主要是这么大的福气啊 有人上赶着给你送钱 我们可没这种命 坐你的车 我们销售不起 淼淼 我们去坐地铁吧